几十年邻居一朝翻脸 究竟是薪酬还是旧乱 一时钱包 不料讨要过程中 引起轩然大落 老人猝死街头 民警进入调查 事件最后如何解决 老人猝死之后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2015年1月24日上午9点 河北省唐山市 鸾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着报警电话 第一次报警 就是说有人打架 然后性命什么也接流 就留意电话 然后过了两分钟以后 软件又转过来 所以现场人死了 老人的家属在民警到达之前 就叫来了本村的一名村医 村医告诉民警 他认为老人已经不行了 我摸的话 心跳还有漫妇都摸不到 摸不到 然后正好他现场 比如说车里的村医 然后你就把他那种 清典器也借过来了 然后听音心脏还是听不到 因为我们也不是说 关于医务人员 不管事情他的生物体股 怎么样 就是我根据我经验判断 当时老人的脸色不是太差 而且他那个体温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我就想确认一下 处是真的死亡了 很遗憾 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现场一片混乱 死者的儿子也是破病人 还有他的媳妇 还有对方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 后在场 然后看到我们去以后 常常就开始吵了 这个他儿子说 这个就是就是他 就是那个父女 就是他 然后我爸爸开始了 然后那个父女就说 我们来到他 然后他们就这样生争 刘老汉横尸街头 根据现场视频资料 我们可以判断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 而面对亲人的突然离去 我们在视频里 没有找到一位哭得悲天呛地的死者家属 因为老人的儿子刘长海和儿媳孙小丽 没有时间掉眼泪 他们此时正满腔怒火 要求民警马上处置那个 他们认为造成老人过世的罪魁祸首 罗秀玉 经民警了解 罗秀玉和刘老汉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到底在刘老汉倒地之前 两个人发生了什么 两家人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究竟是因为薪酬 还是救怨呢 提起刘老汉和罗秀玉 村里人都说 这两家关系虽谈不上都要好 但是毕竟是几十年的邻居了 多找彼此有点面子在 也没听说过 两家因为什么事动过手 一直相安无事 在当地农村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负担着家里的主要生活开销 而罗秀玉的丈夫 没什么文化 身体又不好 连维持全家的生计都很艰难 家里捉襟见肘 就在这个时候 邻居刘老汉提出 让罗秀玉的老公帮忙 做他们的担保人 想跟别人借点钱 罗秀玉拒绝了刘老汉的请求 当担保人有一定风险 万一真有什么闪失 以自己的能力 根本无法偿还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两家开始生奋了起来 那时候罗秀玉的大儿子 还在上学 有一天 他听说刘老汉四处宣扬 自己的儿子 偷了他家的打气筒 转下账记 他就说 那个大的我儿子 我儿子逞人 他气强丢的 他来玩的 罗秀玉不相信 自己的儿子 会做出这种事来 仔细问了儿子 也问了孩子的老师 最后得出结论 邻居家的打气筒 是邻居的孩子 自己弄丢的 自己的儿子 却成了无辜的替罪羊 罗秀玉断定 一定是邻居刘老汉一家 故意制造谣言 让自己难堪 那都是情报 我都认为情报 哎呀 这个人就是说 他作为这个人吧 他没有做人的品位 他都是心里 都始终觉得 被人对他不满意 他就没有挑截挑截 自己的心动 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苦玉没有证据 罗秀玉没有去刘家对质 只好这样不了了之 他知道因为穷 自己家早就不知道 遭了别人多少白眼 连在家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别人也瞧不起呗 我对象也上不了班 那那迭马就那里 都瞧不起我们 自己的苦 别人体会不到 公公婆婆 都一直看不上自己这家 正像小叔子 家里经常闹矛盾 如今 邻居都开始 明摆着欺负自己了 在罗秀玉的心里 这件事像块大石头 压着他喘不过气 可是刘老汉的儿媳 孙小丽却说 早些年 谁家日子都穷都不好过 如今 罗秀玉家里的两个儿子 都长大了 也挣钱了 仗着家里有两个男孩 他在村里十分霸道 孙小丽说 罗秀玉之所以跟婆家关系恶劣 同时还不受别人待见 就是因为他强势不讲理 他给那个长的一只衣服混向似的 都她婆婆 躺扛上 人家还带房子上 把她婆婆 就是你那一只就是嫂子 就是说混不讲理 待我们这儿抓了 我们这笔子 十家都有八家八家的 你猜猜这人还好点 互相看不惯 所以两家人平时来往的不多 那时候罗秀玉和孙小丽 都靠着在街上卖点苹果 挣些钱补贴家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 罗秀玉的耳边刮过了一阵风 我的垃圾盘 他买这五点 他说 你们两口的金钱给呢 招二还是两口的说 你们一分都不值 要我说咋呢 你们可以先逃不见 你招哪哪不生气 我给卖桌子 我吃饱撑着 我吃饱撑着 我说他哪个干啥 居然说 自己卖的苹果是偷来的 这种没凭据的事情 怎么能乱说 罗秀玉觉得 这是邻居又在刻意诋毁自己 你只是偷 那都发财了 还偷啥种呢 偷啥有啥偷的 我们会偷啥呀 都这么说吗 我们也没说他那个 他偷与不偷的 咱们在这说一句 这是拍子孙儿管的 咱们管他那个主张 孙小丽始终不承认 自己曾经说过 罗秀玉家偷苹果 但是他不否认 自己和丈夫刘长海 确实一度怀疑过 罗秀玉这家人的人品 偷东西 偷我们严谣些 你没有争计的事不能说 到时候我们到他偷东西 我们都不跟他说话了 刘长海和孙小丽说 曾经自己家里 尽过贼 丢的盐 六条盐吧 六条盐 留下院子里养着一条看门狗 这狗十分激进 只要陌生人来了 就一定会叫 可是背道那天 院子的狗却十分安静 在外头我们在外头有大狗 我们我们养活的大狗 我们以前那个 在那个墙呢 这个墙高下都没多大区别 在外头要是说 是外头来的这儿偷的 觉得狗咬 外头这也是没动静 他们怀疑 一定是狗对小偷的气味 特别熟悉 所以才没叫 而且听村里人说 罗秀玉的儿子那几天抽的烟 比平时抽的档次高多了 被人就在我们当中说 他们这个大小子抽的好烟 他平时没买的好烟 种种迹象 让刘家人不得不怀疑 与他们只隔了一道矮墙的邻居 刘家人报了警 也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警方 自然民警找到了罗秀玉家 民警在罗秀玉家并没有查到什么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刘家人却有着他们的说法 一定是报警后 对邻居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因为从此自己家再也没有进过小偷 刘家和罗家因为心里早已有了芥蒂 所以村里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刘家都认定是罗家所为 认定罗秀玉人品有问题 所以他才与公婆相处不好 与其他村民交往不多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一传十十传百 到了第101个人的耳朵里 那可能早就被添油加醋 歪曲得不成样子了 可就在我们生活的一些区域 还真的就有这么一小撮人 唯恐天下不乱 热衷于在街头巷尾 传话嚼舌根 这给罗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几十年了 是是非非真真假假 以无从考证 但两家的关系日渐疏远 罗家对刘家也同样没有什么好的看法 相互指责是什么让他们产生了信任危机 上演全武行 冲突过后又将面临怎样恶果 老人猝死之后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对于罗秀玉一家 曾经被邻居认定为是小偷这件事 孙子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罗秀玉觉得十分委屈 在他看来 明明占便宜没够的是刘老汉 以前罗秀玉家曾经买过几只鸡 平时都是放养 天黑了在统一关的笼子里 这天 罗秀玉发现自家的鸡少了一只 于是赶忙出去寻找 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刘老汉家 刘老汉的老伴正好在院子里 我说大事 我说你多鸡 你说我不都不都 眼看着刘老汉鸡笼里 有一只鸡明显长得 与其他的个头不同 绝对不是同一批 罗秀玉起了疑心 我说这鸡子比那个大 我们都滑了鸡笼 那的那小鸡 它都有一个感情的 都有一个大鸡 都有一个水的鸡 这样说 见刘老汉和老伴都一口咬定 自家鸡数量正好 罗秀玉只好往外走 没想到 那只鸡居然不安分起来 很明显想跑出门 那大门这么开着 他这鸡都往往跑 你这站着 他都找老爷子找 混得这么硬 都硬过去 既然刘老汉 当着自己的面给拦下了 明白着 不论这鸡是谁家的 他都准备养在他家了 没办法 自己的鸡也没记号 罗秀玉准备回家 不知道是不是刘老汉的老伴 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叫住了罗秀玉 鸡找到了 罗秀玉带着鸡回了家 虽说没有争执 算是和平解决 但是从此以后 两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再也没说过话 罗秀玉认为刘老汉 不好相处 口碑也不好 他认为刘老汉 是有些事上做的过分 我们多少时间 我们至少都有16年 16年没说过 一向都是刘老汉 刘老汉玉在村里 大肆宣扬罗秀玉一家 有小偷小莫的患毛病 罗秀玉一直不承认 而且觉得是刘老汉 故意诋毁自己 憋了一肚子的气 如今刘老汉 试图将自己家养的鸡 霸占在他们的院子里 被罗秀玉抓了个现行 这样看来 真正爱占小便宜的是刘老汉 罗秀玉这次生气生的理直气壮 虽然要回了鸡 但是他对刘老汉 已经彻底无话可说 16年了 相互就是不来往 然而毕竟是邻居 低头不见 抬头见 2015年1月的一天 一件大事发生了 16年 双方都没有想要缓和的意思 直到2015年1月24日 一场意外打破了两家的沉寂 这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四 快过年了 罗秀玉高高兴兴的骑着自行车去赶集 眼看要准备年货了 要买的实在不少 罗秀玉特意装了三百多元钱 那个跟前也有买那个大米面的 我的那个二斤 我现在买 下买的 钱包挂在自行车上 路不好走 在拐弯处 罗秀玉险些摔倒 赶紧从自行车上下来 追着车子走了几步 等路平整些后 罗秀玉继续骑上车 却突然发现 挂在车把上的钱包不见了 三百多元对于罗秀玉来讲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相当于他一个月的收入 他忽然回想起来 有老汉刚才和自己走了个对面 钱包会不会被他捡走了 我的亲人车子的老爷子来的时候 情况之后过来的 我先弄两点 他要我吃 我说我不捡那包 之后他加了下来 完了我都说 哎呀 喝一两 肯定到我手来 你说我们在这儿 实在话 有几个老人看到这个 到别人的时候 有钱包他不捡 你说是吧 老爷子也不是傻子 也不是忙子的 也不是疯子的 罗秀玉赶紧跑到刘老汉家院里 发现他手里正拿着自己的钱包 哎呦 大叔你捡什么包 没捡着 我说你没捡着 我说的 他这么多 也都跟你说 这么气这么说的 对着前脸 然后我就说 哎呦 大叔这都是我的 啥是你呢 罗秀玉知道 自己和刘老汉关系不好 他肯定不愿意 轻易把钱包还给自己 我们决定情况下 我们也吃不到 这个钱包是不是 因为实际上咱们两家不说话 因为实际上你上哪去 你低那个钱包 我也不注意 你那个钱包是不是 无凭无据 刘老汉不同意归还 加上双方说话 态度都不怎么好 两人开始 撕扯起钱包来 他胆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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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 打我 然后闪闪闪 我一直闪到当街 对 由于 他自己讲 他就是 在外面工作 也撞到多少钱 他认为这个钱 对他很重要 当时就是 他 他当时也没多想 就是想把钱包抢回来 两个人情绪越来越激动 刘老汉和罗秀玉两个人 互相骂了起来 想钱包 也从院里 抢到了院外 听到刘老汉的吵闹声 刘老汉的儿媳 孙小丽 赶紧跑回来 他就是 我大叔 把我钱包捡到 他不给我 不给我 我说真的 你好好说 问明了缘由 看见刘老汉一脸怒气 孙小丽觉得 毕竟自己的公共 年纪大了 劝着罗秀玉 好好跟老人沟通 当时我就说 嫂子也好好说 人是嘴巴 孩子一直都吐脏话 一直吐脏话 我爸也不扰人 你看这老爷子也扰人 老爷子也吐脏话那些 就是说 你不给我好 说那些 还不还 还在受我的心意 罗秀玉没听劝 依然跟刘老汉争强 他等我和我爸 沟通语言的时候 他就开始 那个趁我爸不注意 他就开始 走这老爷子 就抢过来了 他一过来 他老公都说 大的 而且孙小丽 眼看七十多岁的老人 不是罗秀玉的对手 觉得罗秀玉 实在太过分 拉开了刘老汉 自己和罗秀玉 动起手来 他都夸 只不下巴 才把我偷我擦眼 这帽子有 踩地 就踩到我 他都就 这帽子 都是这衣服的帽子 这帽子 都踹车了 这个人 这个都是他 还穿车了 对啊 就我那边 钩也穿车了 我也指不到 那钩我就指不到 他就开始 他也就切的 他就开始 挠我这个脸 挠我哪个心子 冬天天太冷 当时在外面的人不多 很多邻居 也都是听到了 动静之后 才出来拉架 突然 不知谁说了声 老爷子倒下了 罗秀玉和孙小丽 这才发现 有老汉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闭着眼 躺倒在了地上 孙小丽自然是不一 公公都倒在地上了 对方不管不问 还去抢那个钱包 孙小丽更生气了 一把将钱包抢过去 丢到火里烧了 慢慢冷静下来的两个人 才发现 有老汉真的不再动弹了 罗秀玉心里暗叫不好 他知道自己摊上事了 我都懂了 他去不见女后 我没正面的死 只不懂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说 大叔 他就开始掉脸蛋 他们这大肚子 一百块手的 一百块手 他就切到 他们 现在他就碰 他大肚子跟起来 他哪个人 就会得特别多了 积累了多年的矛盾 在这一次钱包的争抢中 彻底爆发了 罗秀玉的衣服被扯破了 刘老汉的儿媳 孙小丽的脸上 脖子上也挂了彩 而最最出乎意料的是 刘老汉在当场 突然倒下去世了 刘老汉的儿子儿媳 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了罗秀玉头上 警方也开始进入调查 现在问题来了 到底谁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 老人猝死引风波 究竟谁该承担责任 还要是稍微 稍微大度一点的 这三百块钱 要不到老爷子 不知道 我还强大 民警调解 能否平息两家怒火 老人猝死之后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对于刘老汉的突然死亡 只有明确致死原因 才能确定 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 他外伤 真的外伤很少 只有这个嘴点 有一个轻微的皮下手 通过几天的走访和询问 负责该案件的 鸾线公安局 刑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范建民 掌握了一些情况 之前他们是邻居 关系不是太好 平时不说话 前有些少风 刘老汉嘴角处有擦伤 办案民警试图通过调查取证 还原当时的现场 可是由于当时在场的人不多 没有人见到罗秀玉 是否与刘老汉动手 当时替罗秀玉说 只有这个死的刘老汉 他们两个人 没有其他人 所以咱们走法的时候 也是确定了没有问题 对 没有其他证明 我这个嫂子 捧这党员来了 给老爷子那个死打 我也治不到 我们在这说这啥子 他七十多岁的人 他不吃亏 你说是吧 那老爷子身上 屁股上都还有一 还有土银子那些 他们具体 他们一而两代 这党员有啥事发生的事 我是一路都治不到 一意的猜测 五十多岁的人 把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怎么样 我们也说不清楚 说不明白 民警猜测 会不会因为过去的矛盾 而在这次争抢钱包的过程中 两个人在情绪激动下 有肢体冲突呢 他哪儿打你呢 他哪儿打你呢 他哪儿打手 只不然打你 打你哪儿来 就是 勾着打我自己的 打你哪儿 你不为了 那我自己打 我也说过 他就是打自己的 我都做没完 我都这么做 那你神上有伤吗 那当时没用伤 你神上 他都招手打 他能有伤 他打你 你就差反应 你换手没用 我没有 我都知道 事出了以后 我们给这个县材也处了 这尸体 刘老汉已经去世 院子里争抢钱包的情况 只有罗修裕单方面的陈述 他说 自己只是与刘老汉的儿媳 孙小丽动了手 当时刘老汉还站在一边 担着小包 都到大门里 都躺躺的磕我 你们俩都是 你们俩抢的过程中 这个刘平干啥的 你主意喊着他呢 那他那边 我都直过去 他那丑着让他打我 那边 反正我们俩 丢不下来的 抢过一千包 抢了我 都担着这千包 罗修裕反复强调 他没有跟老人动手 老人是在他与孙小丽 打架的时候倒下的 与自己无关 而且他认为 刘老汉捡到自己的钱包 不归还 明明是刘老汉 不对在先 为此孙小丽电解称 刘老汉现在已经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 究竟这钱包属于谁 还不一定呢 就算他反过来说 这钱是老爷子的 你也没法怎么样 你说是吧 经过警方查证 钱包确实为罗修裕遗失 我国民法通则 第79条明确规定 使得遗失物 漂流物 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 应当归还施主 我国物权法 第109条明确规定 使得遗失物 应当返还权利人 使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 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从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而言 使得遗失物者均有返还的义务 那么如果因此产生了保管等必要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应该是由遗失物的所有权人来承担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刘老汉捡钱的行为无可厚非 担当施主罗秀玉将刘老汉 索要自己遗失的钱包 而刘老汉不归还这种行为 显然不具有合法性 罗秀玉的一开始 在这个事情的一开始 千万个人 向刘平所调自个人 遗失的钱包 这个行为应该是非常正常 但是他才方一方法 不对 他要是稍微 稍微打赌一点的 这三百块钱 要不到老汉市民 因为事实上是他这个人 本来他就没人性的人 他要是稍微有理智一点的 他不得为这三百块钱 老爷子随所捡了 让老爷子花去 或者最后咱们调整 那么你就应该 找他们当的一个派生所 公安机关也好 找他们社会也好 由他们有第三者出面 帮你去卸掉的沟通 为了明确刘老汉的死因 经家属同意 法医对刘老汉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经法医鉴定 有老汉是因情绪激动等因素 诱发原有冠状动脉 周央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 导致急性心脏功能衰竭死亡 白安民警经过调查取证后认为 他们两家过去虽然有一些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并不至于 让罗秋玉产生故意惹怒老人 让老人病发死亡的想法 不具备主观恶意 而且事发后 对于老人的死 罗秋玉也常常自责 尸体经过解剖 结果显示 刘老汉猝死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 罗秋玉认为 老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自己在和孙小丽死的 根本没有碰到过老人 可见刘老汉的死与自己无关 可是为什么被拘留问话的 还是自己呢 那么到底罗秋玉 有没有责任 谁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 事情接下去 又会怎样发展呢 事情发生后 刘家人一直等着 罗秋玉的家人过来道歉 但对方连一次面都没有漏 这让刘家人十分不满 于是他们又一次 找到办案民警 他们认为如今老人已经死了 罗秋玉的行为给自己的家庭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罗秋玉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这样子我爸头上就没了 你说我现在有啥子都反着看 我当着我现在我这老挂子 我都还一团走 为了防止两家人再生冲突 范队长一面安抚刘家人 一面准备去罗秋玉家 找罗秋玉的丈夫和儿子谈谈 可是罗秋玉的家庭 家人始终不愿出面 在他们看来 不是罗秋玉亲手打伤致死 就不应该负责 人家还气着破洋材 我们都拍着索去 得说他爸 他妈还是冤枉的 就是说我们这老爷子 都还是啥子 不是他碰的 不是他 就是那个不 不以为这些事那些倒的 罗秋玉的家始终认为 就是他抢的是自己的抢 他也认为应该想 都是造成这个 这时候导致这个 刘婷死亡呢 才有罗秋玉的责任 刘婷家我当然认为 他对方有责任 他认为他如果不跟他 发生冲突呢 都造成这个刘婷死亡 我现在不跟我妈 赔着睡觉 我一小孩来 我都睡不着觉 我一小孩来 我爸晚上 看了我爸这个照片 我就哭着不着觉 因为双方对彼此 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调解时期暂不成熟 被人有这个传告的 这个话那些 你就是五六万块钱 五六万块钱 我们是不认了 赔强上 现在打不成一支 咱们最低都得要个 十七八万 刘老汉的儿媳说 自己父亲 2014年才查出来的 心脏有点问题 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罗秀玉既然明知道 就不该跟老人争执 老爷子虽然心脏有点毛病 心脏有点毛病 你不像这样子 给他激动去 他还翻了心脏病死了 他都是血压 把我说的别人 我知道 我都听他们说 这不得多上烟去的 虽然罗秀玉强调 他只知道老人有高血压 不知道有心脏病 但是高血压严重的情况下 也能导致人死亡 这一点应该是 罗秀玉能预想到的 而刘老汉的猝死 与争抢钱包 发生矛盾之间 有着因果联系 他这个最后情报 我们就是跑过的 得这个案件定性 定是过时之人死亡 因为这个罗秀玉 既罗秀玉自己讲 他们是邻居 比较神经 对方的年龄 一是年龄大 二人都是身体有病 他也有所耳闻 不是在这一情况下 这个罗秀玉 还跟是发生那么激烈的冲动 他应该是 应当理解这个 会有不好的结果发生 或者是这个罗秀玉 会发病了和啥的 应该有这方面的尝试 该案件 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 移送联系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这个本案的发生 非常令人遗憾 和痛心 给当事方两家 均造成了不可弥补 不可挽回的损失 大的祸 往往由小事件升级引发 所以 当我们遇到事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冷静 再冷静 要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 去理心的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2015年10月 阮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判决 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人罗秀玉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免于刑事处罚 二、被告人罗秀玉赔偿负贷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老汉家属支付的丧葬费23,119.5元 本案实则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心脏疾病的存在 而之前罗女士与其争夺钱包并相互辱骂这一事实 只是导致其死亡的一个诱因 因此罗女士的犯罪情结比较轻微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 虽然判决罗女士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免于刑事处罚 跟邻里也好 跟路人也好 跟其他家庭团队发生亡论 尽量让自己的心态平衡下来 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然后再去行动 而不要是一股火上来之后 不进后落 不去考虑 回过头来我们看整件事情 琐碎救援 一个钱包三百多元钱 一条人命 最后落得两家伤心 这场争执最终的结局让人意外 也让人痛心 我们相信罗秀玉现在一定悔不当初 冲动是魔鬼 一时的激愤容易让人蒙蔽了双眼 遮住了心 遇事物冲动 正确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十分重要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为我们所作所为买单的 除了我们自己 还有最爱我们的家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他步步紧逼无事生非 还是他执迷不悟不负责任 争吵打斗 家庭矛盾步步升级 了断小区大事下周播出